另外一個指標叫做 地方一面倒的覺得你很弱 然後說地方強烈反彈 這個部分你到底去桃園 有沒有感受到這個部分 我告訴大家 我就拿一個指標人物講 我昨天講過了 邱毅森議長 其實我真的沒有感受到 邱毅森議長對我有什麼 惡意跟敵意耶 可是媒體寫成這樣 傳成這樣 那我怎麼辦呢 我只是講我不講時間點 我跟邱毅森議長 也不是沒有互動 我們互動也非常愉快的 他對我 他對我是什麼 我跟他沒有深交 但是我的公投業術 公投謝票還有包括說 希望公車 請問邱毅森議長有沒有參與 有沒有來幫助 有沒有來鼓勵 都有啊 我謝不謝謝他 我謝謝他 他見到我 他也是說 我很敬佩你啊 羅毅森 你很強 你是國民黨 超級強的戰將 我跟你講 他也肯定我啊 我跟他雖然沒有什麼深交 但也算得上某種程度的 欣欣相惜啊 那媒體有很多的挑撥離間 有時候很多放話傳 對他不公平 對他傷害 我也為他覺得抱屈 覺得不平 好 你就講邱毅森 是這個狀況 但是你不可能無理的要求說 我今天到桃園走 邱毅森 我這次走跟上次公投走不一樣 我這次走已經有帶有參選的用意了 你有什麼資格強迫人家 要站在你身邊啊 因為還有別的三位地方 雖然沒有表態 但他們也可能未來成為 潛在候選的 我今天如果是第一方的公職名單 我這個時候就站在 羅志強身邊的話 請問我怎麼跟這些 我們長久相處的那些 有可能潛在的那個市長參選人 給他們交代 我不是這種強人所難的人啦 就圍牆計畫傳出來第一天 邱毅森議長是出來否認的 大家都不記得 他是出來否認的 大家也不記得我也是出來否認的 為什麼 我沒有覺得是圍牆 我只是說大家沒有出來很簡單 是因為我還沒被提名啊 那你說真的私下問到很多的人 我跟你講我只是不想把議員的名字 點出來 我也拜訪了很多議員 大家告訴我的東西都一模一樣啊 他們不介入誰強誰弱的判斷 他們要談的只有一件事情 第一個 確實過去沒有 那個非在地的市長 你要很努力 你要很努力 第二個 如果你被提名 一無反顧 全部支持你 我一定支持你 我沒有遇到第三種說法 抱歉 我沒有遇到第三種說法 所以你說地方議員一面倒說我很弱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黨中央你把名字攤開來要不要 當然他不可能攤開來 這樣對那些議員不公平 可是你一句說地方議員 全部都說我很弱 抱歉 那除非見我面的地方議員 也跟我講了客套話 那你怎麼不知道 是不是地方議員看到你國民黨 也講另外一套客套話呢 我聽到就不是這樣啊 那你聽到是這樣 但是也許真的地方議員 因為我終究沒看到地方議員 是怎麼寫我很弱的這件事 我沒看到 你說一面倒 照理來說29個議員 一面倒 起碼有個八九成 我起碼就五個議員 那就不到八九成啦 就私下很支持我 但他們也跟我講得很清楚 你沒被提名 我們真的站出來很困難